今天520我爱你 先送大家两根涨停 看节目 欢迎来到股市最前线 今天是520 爱老虎有520 所以今天先来个两个涨停压压经 先讲 上礼拜跟大家讲这个活动 我们快打部队吗 都是中低价股 恭喜我们朋友们 今天涨停的 最贵的那一档涨停板才54块 等一下 最贵的那一档涨停板才 先把贵的跟大家讲一下 上礼拜大家也买的吧 2009第一桶 第一桶 我上礼拜就买好了 因为今天不太好买 其实David在节目上暗示过大家 同概念股在动 恭喜我们朋友2009第一桶 亮灯涨停板 再来第二个涨停 第二个是老朋友 正发 5426正发 正发涨才37块而已 对 这够低价了吧 我们有没有说到做到 带你先买好 今天涨得蛮多你的 有够快 没有到很快 没有很快 没有很快吗 快打部队 就是这样子 快进快出 锁定中低价位 低门槛 短天期 所以今天的涨停 你明天就别追了哦 好哦 我可能过几天就卖了哦 好的 不要乱追 不要乱追 真的是快打部队 看啊 今天涨停板 对 怎么才54块 对啊 对啊 才54块而已 这个大家来操作应该都还蛮轻松的吧 可以 当然啦 同概念股不是只有第一桶啦 第一桶上去之后面会跟啦 比方说那个谁 16类那个华欣 华欣立华 哦是 华欣金队大涨啊 对哦 对不对 嗯 同概念股啦 哦 不过先看第一桶啦 因为第一桶才是指标啦 是底 所以这正如David过去跟你分享的 说很多人都欧白乱讲 讲什么 重电 同那个什么电线电来是重电 重电对 我小小们一下 今天华城有没有长 今天华城没去吧 没呢 对不对 嗯 啊华城没去 华欣你去什么 有对 去 你有发现他在长什么 他长第一桶 是 这才对 再度证明 我想这样看才对 老师你上周原本要分享这则新闻 哎呀 就长庭要再跟大家分享 早该分享 不要 我这是快打部队的会员朋友的福利 我讲过了 也是 不然谁要参加 所以要跟景更好跟满 对对 我通通送林转就要谁要参加 也对 那我就好看 会员的福利 会员朋友们恭喜你 我们上礼拜 先带你买好的第一桶 今天亮灯涨 涨停板 铜价为什么好 其实David讲很多次了 嗯 第一个条件 就是下半年的全球景气复苏 是 所以铜价是 叮叮叮 一直 金金涨一路涨 今天又创高 这个周末 那个铜期货就创高了 哇 好 再加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买铜 这种股票 是啊 或者是像那个震发这种 买买买的 对 对耶 因为加权指数未接高 哦 也是 对不对 两万一千五 两万一千多 不见得 应该不会是今年的高点 但我们不代表 它不会震荡 当然 这是我常跟大家讲 是 甚至大家去思考一下 对比老师 你最近在锁定一些 都是中小型的 对 中低价的 是 没涨过的 对 因为贵买指数 涨幅落后 真的 因为贵买指数 涨幅是落后 它明显是落后很多耶 四部白酒都看得出来 它就是落后 所以你看 接下来的重点 就是在那些 上半年没涨过的 很久没来的 不然David问你 你上个星期一 听David 老师你说6446 要滑药 你看 今天又上去了 哇 他上礼拜 就是连六红 连五红 今天又上去了 他多久没来了 一年多 一年多没涨 老师听说你今天 也买了一档 今天买了一档 比较更可能 两年没涨的 两年没来的 两年 两年 小朋友那又是远了 两年没来 两年没来 其实全国观众朋友们 大家去看一下 他的现行 在今天早上10点前 是没有亮的 有没有注意到 我是看到10点15分之后 那个有那个量 我才开始买 当然了 今天没涨停了 也不用来 这样够了 因为反正那个现行金 差不多 我给评划看一下 他可以显超漂亮的 好好好 我来帮大家偷偷看一下 够不够低 好低哦 低到不能再低 而且这个也是中低价位股 是 这个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股票 比起来都很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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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没有压力 没有负担 轻轻松松 赶快跟上下 不小心就涨停了 不小心股票 今天就两根涨停板了 就不小心嘛 真的 所以今天指数跌100点 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本来就跟我们没关系 你看看 你会担心指数涨跌吗 就是要 不然差来涨停就好了 老师上礼拜有讲哦 就是要买一种 跟指数没有关系的 我讲过啦 标的 我不能要求 21,500点台股 对不对 马上22,2,2,3 没几个你过年了啦 对 我们还是要 有一些理解说 为什么David会去买同概念股 是 为什么会去买 振发这种股票 为什么跟你讲 你去看一下生计族群 这跟指数没关系啊 没错 他照样讲他自己 就 不小心就涨停了 这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像你今天问我说 老师第一桶涨停 我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振发会涨停 振发我真的无法理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 上星期那个 31块那个 我觉得31,32那位置不错 就给他唱 就给他唱 多敢唱一下 真的是不小心 因为他量比较小啦 所以要 其实要慢慢买 他量比较小啦 不能要分批 好分批分批 你今天跳上去 再追就来不及了啦 也对 之前有一些客问我说 老师老师 你为什么要买振发 你20块就带我们做过了 为什么最近又要再买振发 对 我说因为啊 他都没有利多耶 他就可以一直涨一直涨 他就一直涨一直涨 他都没有利多耶 对没有利多耶 我中最好的 哎哟 这跟你上次3363的上权不是一样吗 他也都完全没有利多耶 有啊 CPU啊 就只有这个 有贪金吗 有0.1啊 0.2 不到0.2 整年耶 对 一整年耶 365天 1PS0.1 涨到163耶 跟我听你 股票涨到什么天不天理的问题 涨上去是 涨上去就有道理了 没涨才是 没天理好不好 真的 涨上去就有他的道理 我本来就不喜欢等 我超喜欢等 我也希望大家的资金不要等 对啊 就像你想说 哎呀 我的0094你怎么办 等什么时候回10块这样 你干嘛这样等 老师大家可能都遗忘0094 大家忘了哦 忘了 哎忘了很快 不会不会不会 反正这种故事 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现在9.72啦 不会啦不会啦 就大家开心就叫 大家开心就叫 没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 好我今天指数 震荡盘 小叠100点 据说今天蝶是因为 那个总统就职眼说 哎等一下 其实今天 原本长得好好的哦 盘上长得好好的哦 就突然咻就往下 可是我真的觉得 这说得也 他讲的是事实啊 大家不想承认吗 对 他不是说两岸互不隶属吗 对啊 这不是事实吗 事实啊 不然 我们管得了新近平吗 不可能吧 不行 刚好我们什么事 哎不是最近又不能讲这个 不行你要好吗 太想红啊 太想红 好想红哦 对对对 我们又不是宝洁 好好笑 这故事会讲蛮久的 这个故事应该可以让我们 可以玩个大半年 不是偶尔就会想起来嘛 那也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有时候就是 这种就是很 怎么讲 死地无垠三百两 嗯 你会让人家 让老公这么讨厌你 这代表你做对了什么事 戳中了他什么东西 对 你做对了什么事 哎真的是哎 不不 一样这样 这个暴跳如雷 哎真的啊 那叫什么 更小 重新去 对 哦 我形容对啊 你讲台语没关系啊 哦我想啊 大家 他们听不懂了 福建人应该听得懂吧 有福建人听懂啊 我以为说我的台语 他们听不懂 那就要你讲那个 比较特别一点 比较特别的 自成一格这样 对对 就是你知道有些 那个书画的大师啊 哇 师从谁谁谁 临摹了谁谁谁 最后自成一格 是 对 平话的台语就知道 自成一格 我自己自成一格 对自创 自立门派 讲完之后 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没有人听得懂 没有人 对对 大家平话进步很多 大家都听得懂 是不是 好了 快答部的比较重要 哎 真的真的 快答部的真的很重要 今天两个人想听 就是你的咯 你看看 蛮容易 是不是 轻松 轻松减的股票 真的是轻松减的 这是第一门槛的股票啊 你随随便便 今天一张都正发 对对 如果要是跟你讲一些 什么几百块的 你可能就 啊老师 我也知道 要花得很好的 但担保的贵 对不对 有低价果啊 第一桶 上礼拜才卖四几块 四几块 可以吧 对 有哦 礼礼拜我才四十九而已 哎 这样有一成咯 一根场 当然是一成啊 嗯嗯 一成啊 快答部对 老规矩哦 是 喷出去的就别追 别追 我们买新的 David今天依旧有新的 有 不用担心 当然涨多了 我们就慢慢卖掉了 所以 快答部对就是涨 你说修了两年那个 修了两年那个 其实蛮特别的 那现前真的很美 他就是起涨 他之前真的是标股哎 哎呀谁都有曾经啊 打开电视 每个人都在讲他 所以那时候我就卖掉 我2020年的 三月中旬卖掉的 我那时候卖掉的是 三百三十块 你看看 大家知道是哪里打了吧 这样不是打对折咯 哈哈 现在是三分之一 对不对 有够小的 真的三分之一 没有啦 就是 时间搞一下来买的 哎两年 比如说不要问我 为什么什么时候要买 对 因为时间到了才会买 是 时间不到 我觉得不会动 好 好哦 投资本来就会知道 你的资金只有一套 你不要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对不对 没有啦 怎么够 那个我觉得很难啦 是 我本来要务实一点 投资本来就很故事 对对对 不可能什么标股你都有 哎真的 你买了A就不会有B啊 可是人家就说 啊我不要什么一个 同一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你就买ETF就好了 也是 0050大推 对 对 不要买什么940 944 960 1050 老师大概讲了365次了吧 对 每次都人问我说 老师那ETF哪个好 有人会想要推荐啊 真的 真的 那如果你不介意美股 S&P500 不错 哎这个 有有有 那是打的QQQ也不错 这我都讲过 有有老师都有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这样推 人家都别出新才讲新的 对啊 4416啊 那你这个老古董 那个0050 对啊 那19293 我就老古董 但你反而赚更多 也对耶 事实证明一切 对不对 路遥知马力 真的 将是老的辣 还要再讲下去 能用的诚意 还有还有 还有 还有 老崩老 不是不是 卖波托道 对对 发生挺好吃的 好 今天重点是 快打部队啦 好不好 我们专业活动真的 倒数 我觉得应该是倒数了 来 可是这礼拜 有兴趣赶快跟上 不然 好不好 David再继续轮下去 我很快要买新的 对 不要看他今天股票涨上来 老师 涨停的不追哦 老规矩哦 明后天可能就卖掉了 是 上礼拜这些股票 我们都买好了 今天涨停 蛮是扎扎实实的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啊 机会来了也不赚 对呀 那不然 要涨到什么时候 再过几天 涨停在叫你 那我现在乖乖的 你看我第一天 6446刚起早就给你讲了 是 他家里长了七天了 我现在叫你买吗 买不下手 你自己看现行 你看6446这七天涨多少 哎呀呀 看6446 很可怕的 对不对 本来在38周一晚而已 对呀 你看现在去多少 423了 对不对 你不小心多100块 真的 而且你发现台北股指数没涨 没什么涨 可是股票反而容易飙 是 就是David一直跟你讲 520后的行情 大概率是涨涨 所以后520的行情 也要锁定嘛 对不对 既然 买一些没涨到的 底部起涨的 底部起涨的 对 不要太在意指数涨跌 该讲的我都讲了 所以涨跌满就你的 重点 不要再看指数做股票了 如果你在意指数 那就买台积电就好了 但现在应该不太好赚 对 因为短线涨多了 没错 是 台积856了 就让他休息一下 这段时间也辛苦他了 撑指数一定要台积电啊 对对对 老师那这一波外资 外资买ETF 外资买全只股 把指数这样捧了上来 没有不是 你错 是内资 内资买ETF 对不对 那外资其实 外资没有什么 外资没有什么参与馆 不要理他 外资跟我没什么参与馆 是不是 所以他 不然David问你一句嘛 你看那些大小猫的报告 改了又改 对不对 慢慢调升目标价 结果咧 后面还是跟不上 跟不上 小猫都现在还不改 还是看不好 他还没改吗 那是大猫的 大猫对 大猫 没有啊就看嘛 看我还没要买 你不要急 好好好 老师还没出手 那么重点是 接下来 我们要锁定的就是 中低价的 好不好 你会喜欢的 50块的股票 40几块的股票 三几块的股票 你一定买得到 又买得起的 然后 你说为什么今天会涨停 你三个半先买 就好了 你不要问我 你真的不要问我 管他什么 就叫老师 我第一桶真的涨停了 就叫你先买了 真的真的 同概念股刚不讲了 16的都算 还很多 同概念股 16的也算 PCB的也算 懂吗 同波机板 对嘛 你再看哪一个位阶 OK再买 如果真的不知道 就跟上 小钱不要省 对啊 真的小钱不要省 小小的 小小的门 熊熊的门槛 没有压力 今天就两个涨停了 真的是第一门槛 你随随便 被一张正发 你说4块钱 10张就试完了 对不对 就是问题是你想 你上礼拜要先买 不然他今天 今天一喷出去 你来不及啊 跟你没问题 我今天没办法买了 但我之前买好了 是 这不要抖嘛 就像第一通啊 老师 没有啊 我没有追哦 上礼拜就买好了 上礼拜就买好了 好了 欢迎好朋友们 快答不对 跟上脚步 好 持续跟紧 杰老师的脚步咯 第一门槛 短天期 没有压力 没有负担 趁现在赶快哦 或者是说你长期听 节目导臉们 我真的觉得生技股蛮强的 要华要一直拉 要华要哦 对啊 还好我让你们先买好了 一定要先买好 不然送股票 万一等下要涨停了 真麻烦 对啊你 上礼拜你才买三字头的 你要思考 再思考一件事 有点贵对不对 我上班 我们跟你讲 会当股票很便宜 也是很久没来的 有有有 他今天也上去了 现在半根涨停了 哦 涨停马上再恭喜各位 再跟你讲是哪一档 哦 就是那白小孩 对对对 哦 OK OK 就这个母一子贵的股票 对对对 好 那这些股票 真的都不贵 都不贵 都不贵 也好进出 好进出 但是记得 不要涨上去再追 股票先买好 这样有点可惜 你会少赚很多 股票要先买好啊 好不好 好来 像第一桶 像正发这样子 很久 聊着聊着 华欣 也快 现在7%了 哇 也快要涨上了 1605 你看是不是 有 就是标准的同概念股 是 所以记得哦 不要看到电线电缆 就是什么什么重电 我没人说 人家电线电缆的股 这一个族群的股票 走势是跟第一桶一起 是 所以它是同概念股 嗯 嗯 你知道 那个 这两天不是一个新闻吗 因为它今天早上吧 就是那个 伊朗的总统的飞机不是 升机掉下来吧 对 就金家的大张 哦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加龙 加龙长 星期早就先买好了 凡事总有蛛丝马迹啊 对不对 不会凭空而生来的啊 也不是说我随便点点哪几档看 我是每档都有 不可能啊 是真的买好了 确实涨甜的恭喜 会问朋友们 是 这才是操作啊 这才是你要的 快打不对的风格就是这样 嘿 我们动作很快哦 很快 所以你不要乱追哦 真的 你不要看节目哦 你看完节目就 哎呦追 过来天我就卖掉了 对 你就会被K到 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 爱死你 没有一定 重点是跟着老师的讯息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这样子的操作 非常简单 不要复杂话 复杂之前 简单话来做处理 像类似低童 类似振发 这样子的股票 而且大部分都是中低价的 为什么是中低价你知道吗 因为都是 很久很久没来的 所以他都是中低价 别人昨天都长得天花瓣了 他爱给你 像听闻我说 老师今天散热 散热没有动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并没有啊 然后他说 真的吗 然后我说你去 把口令都打出来 全部都打出来看 真的不怎样 真的 你为什么会跟我讲 今天有散热 我说我去听他讲的 因为刚刚超重了嘛 不是 超重很难买 买超这么细哦 留了三零超重 尼德克 尼德克那个超重啊 对 超重那个量都已经不见了 你知道为什么超重量不见了吗 为什么 超重 超重为什么 以前叫超重 比较尼德克 尼德克超重 他母公是尼德克啊 日本的啊 吃下来了啊 是 虽然他平常量是没有量的 好不好 那是因为 旗红双双双长太多了 才会轮到超重 好不好 那轮到超重代表什么 都长完了嘛 也对耶 那就不会 最买到的出来啊 是 反正答案很简单的 你们爱嘴我没意见 但是卡住就不要问我了 因为我提醒过你们 好哦 好哦 股票的问题哦 其实节目当中 答案很简单 对不对哦 明明就有钢旗涨的 你就买了个钢旗涨的 你偏要买到天后要买 那种涨很远的 是 所有的力度呢 看光了 脱光了 那就不值钱了 那就不好看了 对不好看是自我 伤眼睛 对对对 没有功德心 好好笑啊 重点 大家应该没听过 没有功德心这个笑话吗 没有耶 我有跟你讲过啊 有跟我讲吗 没有功德心 我一定有跟你讲过这个笑话 你忘记了 我只讲过 把胡外拿出来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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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讲 什么叫负的外部性 哦 这个这个有有有 对那就是没有功德心 哦 好了 改天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好 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这个笑话 负的外部性 好 来 今天这个 绝对不是偶然 当然不是偶然啊 上礼拜不是 真的 早就先上车了 好不好 今天的涨停满 然后上礼拜还买了两次 对 对对对 对不对 有 哎呀 老师我怎么都买第一桶 对啊 没这么怪给西 不怪 上一次刚起涨第一轮 我们就已经做过了 这是第二趟了 真的是第二趟了 所以好多股票 来回赚价差 好类似像迪同 像震发这样的标的 阿购乌 对阿购乌 而且大概率都是中低价的 大概率 因为他们真的 你说一两年没涨 你现在会有个多高价 你现在 真的真的 就像这一档 你会觉得台北股市 为什么很奇怪 明明指数两万一千五 怎么很多股票没涨 是啊 你问台积电它涨多少 它一个人就涨两千点了 对 你说台北股市 大部分都被台积电 全值股涨走了 没错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 根本没涨到 回过头来 但是你仔细看了 第一桶这种 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股 它在涨 它在创高 代表什么 下半年这种中小肺股股 一定很精彩 发光发热 因为桶上去了 是 代表消费性电子要上来的 爱注意哦 因为消费性电子 我已经点名了 然后你们自己看 年初去年就有人来问 去年就问 我问到今年了 今年又一直在问 不要急 该买的我再买就好了 好 现在要来了啦 你们可以积极一点 不是不到 是时候会到 好不好 时间到了 时间很重要 这个timing点非常重要 时间很重要 那这次的活动 跟上脚步 重点是这个timing点 也很重要 第一桶 震发 同样 同理可证 所以现在表 类似第一桶震发股票 阿哥有 务必跟紧脚步了 短天期 低分卡让您快进快出 没有压力 没有负担 跟上Dev老师 赚钱的脚步了 节目之前呢 感谢Dev老师 我爱的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